五 四 三 二 一 夏天夜晚大家坐在草地上 听着台上歌手美声演唱 抬头可见的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这是2021年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 睽違一年即将再度登场 幸福为了提振观光 不只是7月2号的热气球嘉年华照常举办 而且更提早宣布星空音乐会也会照办 让管理业者相当期待 六月中就开始会有订房进来 所以应该是有相对有刺激的效果 游客出门有一些补贴的话 当然游客会更愿意出门 今年星光音乐会首发在7月30号晚间 由金曲新人卉特在台东市旧站特区率先开场 之后一连八场分别会在大午海端等地举办 而热气球嘉年华再加上最美星空活动 台东暑假的订房率已经上升 接近7成 那最主要是因为很热闹的活动 然后还有很漂亮的风景之外呢 在搭配观光局800到1300块钱的补助 房价就变得更优惠了 7月15号起观光局将有住房补助 部分县市也有加码措施 但是台东用活动刺激观光 星光音乐会配合永续活动 来参加就可以为环保非营利组织 累积五元的地球税 但业者认为这对他们来说 并没有实际就到观光 那至于加码的部分呢 到目前我们活动 暑假的活动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说这个部分 我们再带回去园艺 如果有必要 当然我们很乐意 后疫情时代拼观光 各种活动接连办 就派能帮助业者度过这波疫情难关 东森新闻 吴依林黄腾一刘敏轩 台东报道